嗚嗚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就到我們久違的戰利品分享時間 沒有錯 新的一年 除了幫頭髮做的新變化之外呢 也幫衣櫃增加了非常多的新夥伴 不過這一次跟以往的戰利品分享比較不同的是 以往我都會一次跟大家介紹 我近期買的很多東西嘛 但是呢 這一次的單品裡面有一樣 是我寻寻觅觅了好几年 终于让我找到了喜欢的版型跟款式 所以呢决定单独的花一集来跟大家介绍它 剩下的就等到下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上下集的概念啦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寻寻觅觅了这么久呢 就是皮衣 这件皮衣来自BIMS 真的是太太太太太厉害了 这件的售价是一万三千块台币 不是一个很亲民很便宜的价钱 正常来说破万的外套我都会思考个毫无阵子才下手 但是呢这一件皮衣外套我看到摸到一穿上 就会电子说我要了 没有错就是如此的有效率 那为什么会让我这么冲动呢 容我威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这一件皮衣外套它的外形是做了 骑士外套的造型 除了有基本的翻领设计之外呢 再也就是它在胸口的地方有做了一个拉链 然后这边是有个口袋 下面呢也有一个压扣式的小口袋 可以放一些卡片之类的东西 侧边也有两个口袋 最后就是在腰部的地方呢有加了一条皮带 你平常可以把它绑起来或是自然的下垂来增加你的搭配造型 所以光是外形呢就已经让我非常喜欢的有基本的轮廓也有一些造型的点缀 另外啊在袖口的地方呢也有做了拉链可以方便你去调整袖子的宽展 除了实用性之外 我觉得它在侧边的点缀也是非常的加分 再来呢就是版型的部分 也是我会一看到它就直接购入的主要原因吧 因为说到皮衣的版型啊 我们以最常见的皮衣品牌AllSense好了 版型都比较合身一些 合身并不是不好 只是因为我的身高不高 手比较短 但是肩膀又比较宽 所以说一般AllSense的那一种皮密版型啊 如果我要穿到合肩的款式 里面可以稍微内搭一些东西的话 会变成手臂有点太强 看起来比例其实会蛮怪的 但是呢这一次当我穿上了这一件皮衣的版型之后 完完全全的爱上 因为呢他们是做了宽版的设计 那以我穿的话呢 就可以刚刚好地呈现微弱间的造型 但是袖长又不会太长 同时呢衣裳也一贯地维持了皮衣的短板造型 所以搭配上了其实对比例的修饰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再来就是宽版的设计啊 里面能够容纳的东西变得更多了 衬衫毛衣帽提去做一个比较多层次 丰富的搭配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自己来说啊搭配性会实在更好更优秀的 而且啊其实宽版的皮衣就我自己看了很多的品牌啊要找到品质好 然后版型好的款式通常都是到了精品或是设计师品牌才会有这些设计 那大家都知道精品跟设计师品牌的价格啊就可能不是只有一两万块而已 可能是四五万五六万 那以我们这种庶民的能力呢真的是目前没有办法复合啦 但是呢这一件它的价格是一万三可以买到宽版的皮衣 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它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高CP的外套了 那说到高CP啊这件款式它除了版型我觉得非常的优质之外 再来就是材质的部分 它的材质呢全部的皮革都是使用的真皮 而且是羊皮的材质 以我自己的浅见啦一般来说羊皮会比牛皮再更柔软更舒服 全部使用了羊皮的材质售价依然没有到非常的高啊 这点也是我觉得它CP值非常高的原因 最后就是细节的部分 这件的细节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金属辅具的部分 不管是它的拉链啊或者是它在翻领处的压扣 全都是使用了带一点雾面材质 有点斑驳感的金属 那PE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复古的感觉的单品吧 这一点对于整体的造型都非常的加分 再来呢就是它在里面 一样有加了一个小内袋 可以方便我们放卡夹或是手机之类的 然后呢它的内袋上面的这个带唇呢 一样也是使用了羊皮的皮革 并不会说这个地方看不到就做得比较马虎 那说了这么多它有没有缺点呢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美中不足的点 它的拉链锯齿状的部分呢 比较粗糙一点摸起来会比较刮手 主要是因为PE的材质啊比较容易会刮伤 所以如果你擦口袋比较不小心的时候 可能你穿着它擦进去 就会造成袖口的地方有一点点刮伤吧 所以这个部分我通常在擦口袋的时候要比较注意一些 质感很好但很容易会受伤 说那么多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件PE 我自己会这么喜欢然后会一瞬间看到就下定了 那至于我会不会推荐给各位观众买呢 答案是绝对会的 如果我们用实际的分数来评断的话 第一版型的部分我肯定是给5分 因为这种版型真的是对我来说太完美了 宽版短版对于矮个你要穿oversize 你要穿多层次都可以完美的 达成你心中的期望 再来就是材质的部分 基本上它是使用羊皮 那我不确定羊皮有没有分高级跟一般之分 但对我来说是摸起来舒服 穿起来OK的 不过保守我还是给一个4分的分数好了 再来设计的部分整体是采用了奇事外套的造型 然后在细节点缀了拉链 然后压扣 也在下面增加了批带的设计 前眼的部分OK细节的部分也给过 所以它的设计呢 在我心中也是有5分的高分啦 最后就是百搭性的部分 一件衣服破万块 它的百搭性固然是非常的重要 那经过我这阵子买的实际搭配啊 基本上任何的风格 不要太过运动或是太过 居家的款式 基本上大多分的东西配上它 都是OK的 虽然有到完完全全的百搭 但是依然可以有4颗型的分数 所以综合来说的话 满分5分的话 它的总共评分在我心中 会是4.5分啦 所以当然非常推荐给各位观众 想要买PE的话 这个我个人真的是大推啦 啊不过勒 这件呢我买的是S号嘛 S号在我买的当下呢 据店员的描述 已经是台湾的最后一件了 那会不会补货呢 我也不确定 M号跟L号可能还有 那想买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beams问一下 不是业配 只是单纯真的很推荐这件PE 然后也算是我寻寻觅觅觅了 对想买PE这件事情 这个念头 已经将近有两三年了吧 都一直没有看到 会让我冲动直接下单的 这一次碰到的这一件 版型设计造型材质都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必须要纳入我的 E-Crate 里面 那剩下的战利品部分呢 我会在下一集影片跟大家介绍 那不知道各位对于 耐贱并不值得皮 有什么看法或是什么想法 一样 欢迎可以底下留言 跟我们分享讨论一下 好 那今天就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 那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 还有IG 然后小铃铛 请帮我点赞看我新影片 那今天就这样 我是KeyFan文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看